第1945集 真的 叶浩轩的眼前一亮 女拔的这个承诺真的是太好了 如果有她出手 叶浩轩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 搞不定的人 但是女拔接下来的话让叶浩轩无语 她说 但你只有三次机会 我帮别人不是无限制的 我帮你三次 但你要以最快的速度帮我凑起女娃士 如果我说轮回网生镇 只是一个阴谋的话 你会相信吗 叶浩轩的神色严肃了起来 是不是阴谋 不是你说的算的 你把脸上微微的有些阴云 她淡淡地说 你只管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 其他的不用管 如果我说 你寻找女娃时 不过是在为别人做嫁衣的话 你会相信吗 叶浩轩苦笑 她知道女娃现在肯定听不进去她的话 但她必须把这件事情给说明 她也必须做一点努力 毕竟那些阴谋现在已经是赤裸裸的了 而且轮回网生镇 一旦启动 那就极有可能会破坏远古大能 在这里布下的禁止 如果真的等到启动了大阵以后 再发现这些事情 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结界一旦被打开 三千世界的域外之景 恐怕就会大举入侵了 到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将会成为一个修罗场 而所有人都将会是修罗场中的一部分 到那个时候 这个世界将真的不复存在了 叶浩轩不相信 从会如此的女拔 会不明白这是一个阴谋 那又怎么样 女拔凝视着叶浩轩 这么多年来的分离与孤寂 你可懂 只要应龙能回来 哪怕是我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是值得的 就怕 你付出了代价之后 她 还是没有办法回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阴谋 你发动的龙回往生阵 就是要破坏我们 于三千世界之外的禁止 如果这些禁止一旦被破坏 那么远古中能们的努力和牺牲 将会全部白费 你也曾经是圣皇麾下的大将 你也知道圣皇 欣喜天下苍生的 所有人都是为了这个世界 否则的话 四分五里的猪能 也不会联合起来 不惜牺牲自己布下这结界 你难道 一点也不在意圣皇的决定吗 圣皇 是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圣子 如果他真的是圣者 那他为什么会听些小人的谗言 剥去映龙的魂魄 然后将他锁于深渊之中 如果他真的是圣皇 那他为什么分不清楚 是是非非 我和映龙 万年分离的苦戒 我们两个拼了命 拿下的天下 最后却落得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玉拔的神色凄厉 当初 我和映龙一起 诛妖魔战八荒 在远古内妖魔横行的时代 立下无数哈马功劳 我们两个的目标很简单 那便是天下太平 我许愿 天下太平 荡尽妖魔 带黄的大军挺进九里 覆灭魔王赤油之后 并云游四海 山川为伴 永世不分离 女八的神色 越发显得猙獰 她力声道 着陆一战 本该就是一个结束 我和映龙 期盼已久的天下太平 终于到了 可是我和她 却落得什么下场 一个被声声拨去魂魄 所欲冤语之中 甚至一丝残魂 都是勉强苟活 而我则被人毁去容貌 被人称为凶神 所导之处 置地千里 这 难道真的是我的本意吗 女八的一头青丝随风而动 散乱的青丝下 她的神色越发显得凄厉 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 还有公道所在吗 圣皇 我和映龙最尊崇的一个人 甚至我和她 不惜把性命都能交给她 我们对她是如此的信任 如此的尊敬 可是 她却做出了什么事情 女八喝道 谁疯她是圣皇的 她就是一个 连事实都分不清楚的人罢了 叶浩轩漠然不语 的确 女八和映龙的遭遇值得同情 他们也确实十分冤枉 可惜的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一切都已经定格了 抱歉 我知道你的遭遇 可是你要知道 当初天下出地 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损失的 所以当初圣皇也是做错了 哈哈 一句错了 就能掩去她的过失吗 我和映龙千年的冤屈 又岂是一句话 能轻轻地带过的 好吧 确实不能 现在 他们都不在了 但是你要认清楚现实 所谓的轮回往生镇 并不能让映龙活过来 相反 这是一个阴谋 来自三千世界之外的阴谋 那个世界的人 从来没有放弃过这里 一旦大阵启动 他们就会破开结界而来 到时候 人间即是地狱 你真的以为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吗 哈哈 女娃突然笑了 你 你一直都知道 叶好轩吃了一惊 他有些不解地问 你既然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女娃时 五颗女娃时 本是当年女娃娘娘补天时 所遗留下来的 她代表着生命重生 轮回往生镇 虽然是一个阴谋 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让映龙回来 而对我来说 哪怕只有千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不会放弃 为了映龙 哪怕是途径天下苍生 又当如何 叶好轩不说话了 她明显地感觉到了 女娃身上 那股浓浓的怨气 是啊 千万年来的怨恨 又岂是区区的几言 能够带过的 她和映龙 其实也不过是一对酷鸣鸳鸯罢了 叶好轩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 让女娃放弃 因为换了是她 她同样也不会放弃 毕竟当年圣皇所做的事情 也确确实实地不对 所以不要跟我讲什么条件 更不要对我讲什么阴谋 我只要女娃时 你执念太重了 怎样才能放下你心中的执念呢 李妍心忍不住问道 放下执念 女娃看了李妍心一眼 她浅浅笑道 小丫头 你让我放下执念 可是你自己的执念 又何时放下过呢 我 李妍心灯湿雨色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她只是觉得女娃说的话很对 而且往往还会一针见血 让她无言以对 没错 每个人都有执念 而每个人心中的执念有不同 所以你没有资格去要求别人放下心中的执念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劝别人放下心中执念的时候 你要弄清楚自己心中的执念有多重 你一把淡淡的一笑 好吧 我不劝你放下心中的执念了 我只求你好好地考虑考虑 多想一下 或许 哪天你就想通了吧 想不通 也不想去多想 想了几千年了 该想明白的 早就想明白了 如果哪天 你遇到了我的仇人 诸如风波雨时之流 一定要替我好好问候他们一下 好吧 如果那天我遇到了 肯定会替你好好的问候一下他们的 叶浩璇苦笑啊 其实他心里在想 这都什么时代了 而且也过了这么多年了 风波雨时这些 恐怕早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吧 另外 你要记着 你欠我一条命 女拔回过头 看了一眼叶浩璇 她微微一笑 然后转身一步踏出 整个人便消失在夜空中 看着女拔消失在夜空中 叶浩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刚才和这个凶神对话的时候 叶浩璇真的挺紧张的 这可是女拔呀 她可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 只要她不爽 她随时都能置女于死地的 不愧是远古时期的凶神 一举一动的气息 让人几乎都喘不过气来 李延新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再厉害又怎么样 叶浩璇怅然地说 她无非就是一个为情所困的痴情女子罢了 只是她的做法太过于偏激了 换了我恐怕会同样偏激 李延新看了叶浩璇一眼 我们不能怪她 毕竟是这个世界赴她在先 是啊 是这个世界赴她在先 我们没有资格说什么 人非圣贤 每个人都会犯错 哪怕是圣明如圣皇也不例外 圣皇当年犯下的这个错 似乎是有点太大了 我觉得她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她是远古闲者 而且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了 谁是谁非都已经说不清楚了 我们考虑过去也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想想 眼前的事情怎么办吧 女娲时她是志在必得 但是轮回往生阵一旦发动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这件事情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掌控之外了 这就是一个烂摊子呀 我不知道这个烂摊子 什么时候才算是结束 但是女娲现在的情况 很明显的有些偏执 我们千万不要奢望她能想通 如果她能想通 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的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 李延新有些忧心的说 事情关系重大 我们得小心再小心才行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 我们再小心也没有用 你也看到了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所以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我们尽力就行了 也是 你也不是救世主 李延新看了叶豪玄一眼 有些事情 本来就不该你去做的 没办法 我被盯上了 走吧 我们回去吧 这一劫 终究还是躲过来了 是的 这一劫 终究还是躲过去了 龙七祖被天劫给击成了几分 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 被彻底地抹去了 连一点汁也不留 山庄中 整个龙林几乎炸了 龙七祖可以说是 龙林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仪仗了 可是现在龙七祖都死了 那龙林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龙翔的一只手都在发抖了 一半是震怒 一半则是被吓得不安 龙七祖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 虽然他是死在天劫之中的 但是毕竟和叶好轩有关系 龙林最强的存在 都拿叶好轩没有办法 那么以后龙林 还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招数 来对付叶好轩吗 为什么会这样 龙翔愤怒地吼道 去查 给我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已经做好了 完全的准备吗 为什么会有天劫 去给我查清楚 龙翔不理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他们明明已经做好了 万全的准备了 虽然现在天罚之眼 在盯着龙七祖 但是他们已经布下了禁止了 他们布下的禁止 能完完全全地躲过天劫的注视 而且龙七祖 还有能力创造出自己的欲 等于说是自己的世界